受到疫情冲击 民众生活大受影响 还有不少是弱势家庭 包括了学生没办法到学校上课 因此也没有营养午餐可以吃 现在餐饮业虽然也是疫情的重灾区 但是新北市新庄的暖心业者 他推出了A餐计划 老板说他宁可自己吃土 也要帮助有需要的人 只要到店里讲出通关密语 老板就免费招待一份餐点 短短几天也超过60家业者 共同响应 你的A餐好 只要你有需要讲出通关密语 我要一份A餐 老板就提供你一份免费餐点 蛮适合推动这种活动 应该蛮多人都不是很好过 有能力当然这样做事 当然是好事 受到疫情影响 不少人的生活陷入困境 有人没了工作 学校停课 还有不少弱势家庭的小朋友 没有营养午餐可以吃 不过新北市新庄 就有暖心的咖啡厅业者 发起了A餐计划 A餐的计划其实就是希望说 不管是学童也好 或是社会上比较弱势 有困难的人都好 可以来在需要的时候开个口 你们吃A餐没关系 我们吃土就可以了 宁愿自己吃土 也要帮助有需要的人 老板先是在网路上发起了A餐计划 只要到店里点A餐 就免费让你选一份餐点和饮料 没想到一下子 就有超过60家餐厅业者 跟着响应 我们很多店家是很乐意去响应的 最好玩的是还有中医诊所 还愿意做捐款这样子 那我们既然目前都是婉拘 三级警戒后 禁止内用 店内空荡荡 老板说疫情以前 很多常客点餐后 就会在店内听音乐消磨时间 现在的营业额至少少了一半以上 但他看见弱势民众的需求 推出A餐计划 目前每天平均只有三到五人 来店领餐 不过老板还是希望 有需要的民众 都可以来店里领取A餐 共同渡过难关